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主题是重复烧录光碟 有的时候你会想要重复烧录CD来彻底的使用CD的储存空间 在Mac中你可以将光碟设定成可重复烧录 来将资料依不同时间烧录到光碟中 首先先点选前往工具程式 词叠工具程式 开启词叠工具程式后 点选上方的档案 新增 档案夹的词叠印象档 然后选择档案夹 点选印象档 将印象档取个新名称 并将印象档储存在桌面 你可以发现印象档会出现在词叠工具程式的选单列 我现在可以点选该印象档 然后点选上方的烧录图示 这边有个重点 请点选右上角的箭头 开启烧录选单 并将让光碟可以继续烧录这个选项勾选起来 这样我就可以随时重复上方的动作 将更多资料消录到这张光碟中了 想了解更多丰富的内容 欢迎造访 CMAC 感谢观看